嗨,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今天想给大家安利一位小仙女 她就是赵露丝 最近无论荧幕还是社交媒体上 大家都应该或多或少的刷到过这个小姐姐吧 光是长相就能填到心坎儿立的那种 当然,个性化的演技和大大咧咧的性格 更是让她圈粉无数 除此之外,她还是众多年轻女性的穿搭楷模 此下超爱分享自己的OOTD 被称为一本行走着的少女穿搭教科书 看完今天的穿搭视频 保证让你的世界甜到冒泡 如此元气满满的展男穿搭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要get起来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下甜妹的同款穿搭吧 她的穿搭技巧一 卫衣穿搭千千万 元气露丝占一半 随着天气转凉 衣橱里秋日最火爆的单品之一 卫衣上线了 而在赵露丝众多私服中 卫衣的出镜率也是极高的 可谓是铁打的露丝流水的卫衣 并且每一次的露丝 不仅能把普通的卫衣穿的美道帽泡 还能把它穿的元气满满 简单干净 却富有设计感的oversize白色卫衣 搭配下身浅色紧身牛仔裤 采用了上宽下紧的穿搭技巧 既显瘦 又充满个性 头戴浅棕色与米色拼接的格纹贝雷帽 复古文艺范儿十足 整套look 用色温柔干净 风格清甜少女 宛如学院中的初恋女神 再来看这一套 今年大火的香玉籽 绝对能够满足我们对时尚的追捧 露丝的这件香玉籽卫衣 清醒感十足 耳口带处还竖着一只立体兔子玩偶 做装饰 加上袖口 小爱心 刺绣点缀 极具设计感 再搭配上乖巧可爱的丸子头 甜度100分 让人觉得心都要萌化了 再来看这一脚 穿卫衣露腿搭的明星有很多 但露丝的这个露腿搭 还是不经意间吸引了我的眼球 穿着well done米色卫衣 搭配牛仔半身裙 脚踩一双Alexander McQueen 白色运动鞋 内搭了一双同色系中筒袜 娇俏可爱 完美地示范了 小个子女生的初秋温柔甜系穿搭 我个人种草了这件well done的卫衣 除了浅色系的卫衣 赵露丝依然可以将深色系的卫衣 穿出可爱俏皮的感觉 这回露丝率性地选择了一身 破型夸张到过分 却自带简陵属性的黑色卫衣 和同色系的长筒袜 露出纤细的大长腿 浓浓的校园感 溢出了镜头 头戴淡紫色的毛线帽 更为深色系增添了温柔青春的气息 露丝这是完美地演绎了 低调黑的学院风气质 想要在卫衣方面取胜 那就要选择颜色温柔 樱花可爱的卫衣款式 再搭配短裙或者长筒袜 打造下半身失踪的穿衣风格 俏皮又可爱 如果是深色系的卫衣 那我建议大家配一顶复古的贝蕾帽 让你用可爱的姿态 塑造出乖巧的学院风 下面的时间是Katherine的单品推荐 首先推荐一件扎染系列的卫衣 扎染系列衣服今年风刮得很大 衣服做工精致 袖口和下摆裸口处都做了统一的扎染效果 蓝白扎染是不挑人的百搭色 搭配牛仔裤或者白色裤子 都是秋冬季节靓丽的风景线 再来看这件 这件是来自于Kuchi家 这件卫衣呢是Mad Cookies系列 采用了清新的配色 樱花超级可爱 单穿或者内搭都很好看 又可爱又保暖 松松软软的感觉 而且衣服上的樱花也仿佛让人回忆起了 旧日度着金色童年的时光 我们再来看穿搭技巧二 甜甜的马卡龙色系 满足泛滥的少女心 每一个元气女孩想必都会有一件温柔的马卡龙色系单品 连穿衣都是糖果味的露露子 可是有数不尽的马卡龙色穿搭示范 那么欢迎来到露丝的调色版 这件衬夫的海蓝色雪纺上衣 配上超大的荷叶边袖 充满设计感的同时 显得露丝十分的娇小可爱 再搭配一个白色的边格包 和一个白色的爱心耳钉 这种蓝配白的标准马卡龙配色 格外温婉 给人一种仙气十足的感觉 而这件奶蓝色的长袖 搭配同色系的牛仔短裤 斜跨粉蓝拼接包包 马卡龙色系色彩协调 更显得干净温柔 还有就是这件牛油果绿的连衣裙 裙身用小花纹的暗纹进行装饰 下摆处做成了微棚的形状 将可爱的一面暴露无遗 选用黄色的手提包 搭配绿色的衣服 就像雨后青草地上的小厨局 给人一种清新活泼的感觉 当然了不仅仅是裙子和上衣 连裤子都选用了马卡龙色系 配上简简单单的白色上衣 这种舒适感十足的日常运动风造型 就显得非常粉嫩又简龄 活力感十足 那我就要问了 难道马卡龙色系只属于夏天吗 当然不是 露丝的马卡龙色 可是让整个秋天都温暖了起来 一件小厨局印花的浅绿色针织衫 外穿黑色大衣外套 瞬间学院风和淑女风并存了 戴上黑框眼镜 文艺饭十足 这就是甜美的校园初恋吧 柠檬黄针之衫 搭配奶白色的贝雷帽 显白度满分 与秋日里金灿灿的银杏叶 交相回应 瞬间让人感觉到秋天的气息 浪漫又细精 同时秋日软糯的紫色系 编织外套和纯色的贝雷帽 搭配在一起 也是满满的温柔风 让人看着心都要化了 紫色也是今年的大火色之一哦 好了重点来咯 如果你想要将比较鲜艳的颜色 穿出甜美的时尚感 那就请借件 露丝的马卡龙色系亮色搭配吧 用马卡龙来装一波色 在这个秋天打造简灵 又治愈的甜美女孩 或者如果你觉得太多颜色 无法hold住的话 那就选择马卡龙颜色 搭配极强包容性色彩的黑白灰 打造干净温柔的感觉 现在又是Catherine单品推荐时刻哦 这件衣服呢是来自于Otherstorist 采用的是温柔马卡龙粉色调 是数不尽的温柔和甜美 软糯的毛衣 搭配上白色的裤子 真是太太太适合秋天了 穿搭技巧三 穿上公主风的小裙子 就是迪士尼的再逃公主 如果说马卡龙色系是靠颜色取胜的话 那么公主风的小裙子 一定是甜美穿搭的标配了 来看看露丝是怎么选择小裙子 打造成迪士尼的再逃公主的吧 背带裙搭配白色衬衫 在你的脑海里 出现的是不是只有牛仔背带裙呢 但甜美露丝 却选择的是林格文的连衣裙 樱花的设计复古大气 那搭没有翻领设计的灯笼袖衬衫 增扎了整套look的甜美感 配上珍珠饰品 看起来就像民国时期 温温柔柔的富家小姐 再来看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呢是来自于 Sheetopia的小黑裙 不同于传统的版型 它有优雅的法式泡泡袖 和设计感十足的大蝴蝶结 典雅中带着一丝俏皮可爱 而头上的珍珠发枯 和粗根玛丽针鞋 更是穿出了童话故事里的 公主即时感哦 大部分西服套装 看起来都会比较笨重 但是露丝的这套 酒红色格子套装裙 却复古俏皮 色彩饱满 搭配蝴蝶结发式 轻轻松松地穿出校园英伦风 都说白色连衣裙太单调 但是加上绑带就别聚一格了 露丝穿的这件连衣裙 就使用了两根蕾丝绑带 在锁骨附近的肌肤上 呈交叉状 既凸显脖子的纤细 又充满了甜美的设计感 配上俏皮灵动的蝴蝶结麻花辫 一秒就打造出了 可爱直满分的造型 再来看这条蓝色印花公主裙 搭配泡泡秀 充满着舒适而又优雅的学院风格 但是海军大翻领的设计 却加入了中世纪的复古韵味 头发浓密微卷 犹如羊娃娃般温婉甜美 又到了圈重点的时间哦 漂亮的裙子有很多 但是懂得选择有泡泡秀 大翻领等带有甜美复古 设计元素的公主系列小裙子 才能打造出迪士尼公主的既视感哦 除了设计元素 剥点 碎花等印花的正确选择 也可以穿出甜美温柔的公主风 又到了Katherine单品推荐时间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条 喵喵家的裙子 喵喵这条公主风连衣裙 褶皱设计的领子 显得端庄大方 是约会必备的绝美裙子哦 还有一条裙子呢 是来自于Red Valentino浪漫纱裙 清新的柔粉色 前短后长的裙摆 没有钻石 也可以闪闪亮亮的哦 我们不是等王子的公主 自己就可以当骑士 再来看穿搭技巧4 可甜可言 才是合格穿搭教科书 只有甜美可爱风 才是斩男穿搭吗 赵卢斯就帮你证明了 甜裤风 也可以是妥妥的初恋女神 这张图片上 穿着oversize的西装外套 现身机场的露丝 两边袖子挽起 透露出了一丝慵懒的气息 不再沉闷 反而时尚潮裤 领口处 黄色小夹子 略显俏皮 搭配一双白色运动鞋 让整个造型 多了青春运动的气息 黑色总是给人神秘而冷酷的感觉 但是这并不会难倒 这位甜美的时髦精 上半身 简单的黑色修身上衣 搭配的却是一侧 叠加翻领设计感十足的牛仔裤 同时在黑色腰带上 还装设了两朵可爱的小布花 格外惹人喜爱 将甜美的小心思 不动深色地融入到了衣服中 看起来温柔又简约 黑色机车皮衣 是秋日里不可缺少的气场单品 露丝却又抹凶蕾丝裙 搭配黑色皮衣 将皮衣的硬朗 和蕾丝的柔美 反美融合 成为都市街头 酷感十足 又甜美的时尚Icon 黑色短上衣配上破腿牛仔裤 也会显得个性十足 露出了小男腰 又增添了性感的元素 但是高扎的丸子头 却充满了可爱感 这样的搭配 使得露丝 裤帅中又带着一丝甜美 划重点时间到了哦 除此之外 那些藏在裤帅穿搭的温柔小心思 也是必不可少的 让你在可甜可咸中切换自如 比如说西装外套 内搭吊带小裙子 或者衬衫多截几个扣子 以及prop top 搭配西装 还可以佩戴一些比较有装饰感的发带 接下来又是Catherine单品推荐时间哦 第一件呢 是来自于韩国Spell Elite皮衣 这件皮衣真的非常有质感 略显收腰的设计 突出了腰线 上身效果很赞 外加不规则的流苏 帅气十足 是一件设计感满满 又与众不同的衣服 另一件呢 是来自于Dior家的 经典双排扣黑色西装 苏略一看 是不是觉得这件衣服还挺普通的 但它却是秋冬百搭款 加入了收腰设计 出现了女性身形的同时 又加入了双排扣的设计 显得年轻有活力 搭配裙子裤子都可以哦 若是搭配上一条丝绒腰带 会显得更加紧致 看到赵卢斯这么多的穿搭小技巧 你是不是了然于心了呢 那就快行动起来 跟着卢斯一起成为 那个甜而不腻的初恋女神吧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评论 订阅支持一波哦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